我是Inter,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的秋夜园 MSI的员工特别带我逛了一些跟电脑有关的店铺 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有拍到的一些产品 大概都会以MSI的为主 而且我也非常感谢MSI台湾的窗口 还有日本的窗口精心安排这些行程 好几个人陪着我逛了一整天的秋夜园 首先就是拍摄上面 每一家我们都有提前申请去得到拍摄的许可 所以我们的影片画面大家不用担心不是偷拍的 确定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当然如果大家是自己去自己拍摄的话 可能我建议还是要征得这些同意 或是就低调拍摄 或是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个人使用 其实就不太会有问题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抓不准 他们的界限在哪里 总之就对于一个三不五十会到公华商场的人来说 我觉得在秋夜园真的是有很多可以看 可以比较的一些心得 所以特别做了这部影片和大家分享 以台湾的店家来说 主机版还有显卡通常都是盒装 然后放在架子上 然后通常就是秀出盒装的侧边 就显示出一点点型号这样子 通常也是放在柜台后面的架子 消费者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去拿到这些盒装的 需要透过店员拿下来或是他们打开 我们才有办法看 而日本似乎是比较喜欢直接将包装最大面积的正面 就放在架子上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不一样 那购买的话消费者就可以自己 从架子上面拿产品 然后拿到柜台结账 不过一样也是没办法自己打开来看的 因为上面会有绑一些防盗的线 或是一些防盗的磁扣 它可能是用束带或是用塑胶带缠起来的 而机壳方面也是很多店家都有把机壳展示出来 直接放在架子上让你摸让你看 虽然款式不是很多 但是消费者可以自己把玩 台湾有展机壳的店家也蛮多的 然后款式也很多 不过通常都是放在后面的架子 然后前面是有柜台 所以我们一般是没办法直接去摸倒的 都必须透过店员 而且通常都放蛮高的 所以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可以自己动手去玩 但如果是在外围的店家倒是有一些比较有空间吧 或者是有那个场地 有把比较多机壳展示出来 或者是我之前有去看到三井的店 也是有把少数的 它就是摆几个 我记得不到10咖机壳就摆出来 让消费者可以自己去看 去的第三家店是ZUKUMO 路口转角ZUKUMO的正面墙是当地比较知名的地标 如果Intel和AMD有新产品要开卖的时候 就会在这边挂很长的布条 然后等时间一到就拉下来开卖 然后在这家店我也很意外的看到Pententube的处理器 哇塞 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 已经25年以上了 没有放任何罩子 它就直接若无其事的放在一个桌子上面 然后放在i9 12900K的一个盒子上面 就感觉路过的人 大家随手都可以拿到的感觉 而且看起来这个CPU的状况还很好 然后背面也有风扇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状况这么好的Pententube 偶尔在网路上会看到一些网友 询问他们是不是要将自己的桌机搬到日本 然后要怎么搬 或者是直接选择在日本重新买 那这边也提供我抽样到的一些价格 那当然它代表的不是全貌 那有一些品项感觉是比台湾便宜的 例如说MSI的这台WiFi Router 它是AX6600的规格 在卖场看到价格是日币将近4万块 按照近期汇率大概在0.22波动的话 大概是新台币8756 但是这一款我看台湾的网购价格是9900 那台湾稍贵了一点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原价屋 一样也是卖9900 所以看来这个是台湾稍贵一点点的 那同样以网通产品来说 TP-Link的Deco X50 日本的价格是33620日币 那台币大概是7396 那同样这一款台湾卖是卖7490 就算是差不多 显卡也随机抽一张来看看 当然也因为它附近几张 看起来是要订货或是没有货的 那MSI RTX 4090 Supreme X24G 这张在日本卖 323799日币 大概是台币71 不过这张台湾才卖62 所以这个将近1万块的价差 就真的差蛮多的 这个反而是台湾卖的比较便宜 我个人目前比较常在用的 其中一台桌子机是 AMD的Ryzen 7900X 然后配华硕的ProArt X6701 Creator Wi-Fi这一张 在日本看到的价格是将近9万块日币 大概是台币将近2万块的 这蛮扯的 因为台湾的定价才1万5 这个价差就达到30%了 真的非常多 我没想到我用的这张主板在日本这么贵 以上的价格就是我个人看到随意整理的几个比较 实际上不同国家的税金 保固服务 还有代理商通路 汇率 定价策略 或者是优惠活动 这些都会影响到价格 所以有些品项的价差蛮大的 有的价差就比较小 其他MSI在日本有卖的品项其实也蛮完整的 如果你是MSI的爱用者 或者是你特定几个品项 想买MSI我想应该都找得到 因为像是包括键盘滑鼠这个也都有 那此外我也看到MSI在日本 不管是广告还是店面的形象上 其实都下很大的功夫 刚好我这次出游也有到东京的大工站 从车站出来要去Lawson的时候 也有看到MSI的一大面广告墙 另外我这次也刚好参加了MSI在日本的媒体发表会 当然这个就一般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看到了 7月底的时候 他们刚好在日本发表了被插式的主机版 B760M Project Zero 台湾目前好像没有上这张 好像是有上MD的那个平台的 不过我印象啦 这个Computex都看到 在日本的这场媒体发表会 是MSI联合其他组装机的场上一起合办的 所以就会看到MSI的主机版 但是搭配的是其他品牌的显卡机壳等等 那其他零组件就不一定是都是MSI的 那主要就是展示这张被插式的主机版 整体来说就是日本组装电脑的风气 并没有像台湾这么普遍 所以在日本大家比较会买整机 而店家也跟我们比较不一样 在台湾通常我们选好零件 当天就可以组装好了 不过在日本就要登上几个工作天 所以我也听到MSI他们分享 其实他们花了很多心力 在推广电脑的组装 例如他们就有到中学去教导 有兴趣的学生组装电脑 然后让组装这件事情 可以在日本普及 可以年轻化 而且随着AI的兴起 电脑可以做到的事情 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也藉由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更多的使用者了解MSI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样电脑的规格 那这次我也有幸到MSI 日本分社看看 目前他们的办公室也在秋叶园附近 是步行就可以到的距离 从跟日本MSI员工 正式还有私下聊天的过程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氛围真的很不错 日本板卡市场的玉三家 目前是华硕 微星还有华琴 如果单独拉出一个大项来看的话 例如板卡或是电竞笔电 MSI大概都是坐二望一 其实非常有竞争力 如果是在里面工作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挑战性 而且也可以预期 当你达到一个新的里程备的时候 会很有成就感 目前MSI在日本的分社已经有达到百人的规模 我也稍微整理一下我听到的条件和可以讲的待遇 其实待遇上当然就是日本会比台湾高 毕竟这边的生活费和行情也都更高嘛 不过高多少就不能透露了 当然对台湾的社员来说 如果要到那边工作 熟练的日文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其他就是看各个工作的所需 目前主管和干部大概都会是台湾的员工 比较能够跟总部无碍的接洽 而第一线业务性质的工作 或是行销企划广告设计 通常就是当地日本的员工负责 听起来他们目前有缺全能型的行销企划人才 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也可以挑战看看 此外我也感受到微信 日本分社当地的员工 他们对电脑的热衷 还有对自家产品的热爱 例如前面我参访到的几家店 他们有些店里面是有展示MSI的套装机 而好几台都是他们当地员工亲自组装 逐一超频调参数的 还存了很多跑分的截图 跟跑分的软体在电脑里面 我觉得如果不是对这份工作有热爱的话 大家可以他MP开一开 然后没有莫名其妙的蓝屏就收工下班了 关于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有共鸣 甚至私下分享了 他自己在家里的电脑零组件 大多都是自掏药包 然后买了MSI的产品 有一台的主机就是RTX3090两张去组的SLI 我想想那到底多少钱 如果他是在疫情那个时候买的话 真的很贵 我真的非常担心他的薪水和生活费 是不是全部都买这些电脑零组件了 但是我看到他真的表现非常的快乐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 或许MSI的公司可以考虑 多支援他一些零组件的资源 另一个我觉得很佩服MSI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日本 把广告的统一性做得很好 作为一个经常开箱产品 所以我们会经常大量接收到 厂商广告刊物的人来说 第一眼就可以感受到 MSI在日本的广告上面的风格 是有非常完整的一致性 就看得出来它跟台湾的也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样才有更有效的 去吸引日本的玩家 以上就是我在秋叶园 以及日本MSI看到的心得 可能资讯上是比较零碎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做这样的主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 或是好想法也欢迎告诉我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